川普现在是因为面临种种的这种压力和这个施政的不利呢 败局已定他自己都承认了 最近又有这个新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把这个骆驼给压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在他的推特上呢 就转发和点赞了一个白人种族歧视者 开着车呢高尔夫球车呢在那车上大喊YPOWYPOW 就说白人至上白人至上 现在正是美国因为这个Black Lives Matter就是黑人民权运动闹的 这不可开交的时候呢 川普在这个机构眼上公开支持白人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 那他就是自掘坟墓 他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 所以也无所谓了 所以川普呢11月份下台已成定局 所以他下台之后直接就会进入联邦监狱 这一点是众望所归的